主料,红萝卜200克,猪皮200克,辅料,葱,盐,姜,猪皮取毛,洗净,切成细丝,在锅里焯一下,再切成小颗粒,焯好后非常好切,可以先把整块猪皮焯一下,再切净容易多了,四分之一的胡萝卜切成小丁,把猪皮和胡萝卜丁倒入豆浆机中,加水的刻度线,放入盐,葱姜切末倒入豆浆机中, 五谷模式,打好后倒入模具中放凉,几个小时后就凝固了,烹饭技巧,把握不好水的量,感觉稀了,就摇一下,把水分蒸发一些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